一定要推它們的馬辣雞米線 真心好吃 很多料 很好吃 其實我沒試過螺絲粉 感覺有點像去羅湖城 Hello 我是佩儀 今集的五間挑戰 就是這個米線系列 我今天集合了四間 我本人經常去的米線店 或者米粉店 不一定是米線 即是粉麵類的店 介紹給大家 第一站我會來到深水埗 深水埗都是我經常工作的地方 所以我都會知道附近有什麼好吃的地方 好 別說那麼多 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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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走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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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裡有兩間是長期排隊的 這間是吃拉麵 我吃過的這間 我遲些介紹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我吃拉麵的話 可能是星期日會比較多人排隊 因為它的店裡比較小 所以就更多人排隊 進去吧 到我們 Go 這個就是我第一間帶大家來吃的私心推介 因為之前工作關係 我來這裡吃過一次 它已經盡住了我心裡的 這個Top5的list裡面 它們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蟹膏蒙粉 還有它這裡有很可愛的 有發包吃 我之前去過越南旅行 那裡是很流行吃發包的 隔了幾年 我終於在這裡吃到發包 所以我都會吃完它的發包 介紹給大家看 它的飲料都很好喝 我就要推介一個牛油果沙冰 最喜歡喝它這個牛油果沙冰 我喝一口給大家看 因為其實我已經偷喝了很多 它是應該牛奶和牛油果打成的一個沙冰 所以它的質感是很口實 真的很creamy 還有牛油果的香味 整個感覺都很滑 我覺得這個真的 這個發包就是這個樣子 有很多茶道士 剛才問了老闆裡面有些什麼 他說會有炸肉 菜 肉鬆 還有豬腩肉 這個要口大的人才可以吃到 要口小的人是很難吃到的 我表演一下 可以一口吃 放一個包 好好吃 吃到肉鬆超好吃 接下來它是酸酸的 醃製過的 加上肉鬆 鹹鹹的 再加上包很脆 整個感覺就是好夾 它在這邊很濃 到這邊就酸 這裏就很清新 這個包裡面有三個口感 這個蟹膏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很多料 你看看 其實這個也算是米粉 是不是我們等太久醬了 OK 符合主題 這個就是蟹膏 第一次吃的 就是它是新奇的 是好像台灣的 那個什麼叫做 天布拉 鴨血 它好像鴨血的感覺 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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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原來這個是蟹膏蛋 如果你是喜歡這些酸酸 濃濃的味道的人 這個真的 推介 認真 我好像騙了大家 來看我這個米線不緝 但是我最後是來吃這個 蒙飽 翹一聲來到尖沙咀 這一間大家一定聽過它的名字 吃到懶了 為什麼要介紹 我就是帶大家看一下 現在的星林居到底是什麼情況 你們說我很行都沒辦法 因為我真的經常吃這間 這裡就是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它們的蘿蔔 還有那個豬 軟骨 它是淡淡肉的 蘿蔔也是很大塊清甜 通常我就會叫這兩個菜 熟式的味道 它的米線是很大牙的 真的硬硬硬硬的 而且很辣 叫了小辣 誰知道這麼辣 有兩大塊 很大塊 很好吃 它是像叉燒 甜甜的 叉燒味的豬軟骨 為什麼我喜歡呢 因為它經常播放一些廣東歌 收以成定安 然後你就會很開心在這裡吃東西 它的湯底不是很濃 很油 等於是那種清香的辣 不是很多店舖可以做到這麼好吃的蘿蔔 但真的 很清甜 這是蘿蔔 通常我去諾志佛陀那裡喝酒 喝酒之前 就吃點野酒 就過來蒸臨居了 情意結地推介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 好了 現在 到你吃了 它的豬軟骨真的很好吃 好吃 有什麼味道 真的有三種味道 對 甜甜的 我挺喜歡它的豬軟骨 但它不是日式的豬軟骨 我想說 它慢慢透出一些辣 它的辣是後勁的 你一喝下去 很清湯 會慢慢透上來的辣 所以我現在叫它很辣 這間就是蜂鳴街 必吃米線之日 它本身是在上水年後的時候 就搬來旺角 一定要推它們的麻辣雞米線 真心好吃 進去試吃 go 這就是我pocket list裡面的第一位 第一位 開工之前 通常都會出來這裡吃了 才去做街坊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來這裡吃東西 我真的偏向喜歡麻辣類型 有雞 有蔬菜 這些米線 它那些米線 但它不是先林居那種大牙 但是它是掛到湯的 它的麻辣汁是很棒的 所以它是掛到湯的一個狀態 重點是它這一碟 52元 52元它有這麼多塊雞 1 2 3 4 5 6 7 8 8塊雞 我試過很多雞的 都有 最初的水 沒問題 它的雞絕對不會弄你 很滑的 每次你吃都很滑的 我真的想問它哪有任何 真的沒有炸的 真的完全是 快點點 除了麻辣雞湯之外 它們會有芫荽 蟲草湯底 沙啤 各種養生類的食物 這些都是個人後味 可能有些人會喜歡 老闆娘 雲桂香 其實我也想去老闆娘試吃 但我知道真的很難去 終於有機會試到老闆娘了 這次是第一次吃 真的很榮幸 先試一下 酸味比較重 真的有麻味 咦 跟我之前吃過四間 都不共同這個湯底 真的比較辣 我點了一點辣 真的比較辣 可能它偏辣一點 但它比我想像是 清淡一點 我想算是很濃郁 但它偏酸酸比清新 因為一會一會就很足料 可能它的配料 肉也很多 還有它們 還吃一些熱炸 三粒嗎 一會就三粒 這麼多 一個就是三粒 那是什麼 這麼划算 好吃 試一下豆腐魚丸 我覺得它的名字很可愛 好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老少平安 老少平安 是鯉魚肉 偷豆腐 做的一道菜 它是把老少平安拿去炸 炸完之後 就外出內丸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好吃的 但是我覺得雞翼是 正是因為它有辣粉 在上面 炸 很脆 很香 很香 很熱 很辣 我覺得它真的出色 不是在米線上 真的是炸東西 只得排隊的 我覺得炸東西是只得排隊的 如果大家有空就可以過來吃 我們現在去吃那間 體驗一下螺絲飯 其實不是我推介的米線 因為我沒吃過螺絲飯 我想體驗一下這間 哇 超大股的味道 其實它一間店 可以令到整條街都是螺絲粉的味道 有一點點像香渠的味道 有一點點像小黑的Bubu的味道 就是這間了 其實我沒有試過螺絲粉 從來都沒有吃過 因為我真的頂不住那陣味 老實說真心 其實我自己也少接觸這些 它的質感很可愛 我覺得它不像米線 螺絲粉它是螺絲粉 它不是螺絲粉 吃下去就沒有了那陣味 很神奇 到底那陣味是哪裏 味道是酸酸 有這麼臭嗎 它這麼小 已經這麼臭了 真的很臭 但我覺得臭味也是一樣的特色 我覺得是OK的 就像臭豆腐一樣 臭豆腐也是臭的 還是你會吃下去又沒有那陣味 臭豆腐的質感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很有趣的 很滑的 但是一咬下去 它又不是很彈 不像用米做的米線 我這樣說會不會好一點 湯有很多油 你感覺它好像很厲害 看下去很辣直 就不是很辣的 它不是麻辣 它是酸酸辣辣 惹惹味味 臭臭香香的感覺 炸蛋 就要浸一層湯 就吃了 它是有點蠔仔餅的感覺 就是那些潮州蠔餅 它是用蛋來做的 它裡面是這樣的 炸蛋是比較好吃 而且這個炸蛋是 在自己家很難煮的 嗯 是啊 炸蛋是值得一試的 它是9元而已 所以OK的 整件事 我會形容為別有一番煲味 因為真的 由它一進來 那時候 就開始 自己好像來到東門 這樣 不知道全部人都在說普通話 感覺就有點像 去了羅湖城 這個體驗 是相當之有趣的 我覺得真的 好像不用過關 你都可以體驗到 回大陸的感覺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這個系列 喜歡記得like share 訂閱我 下次帶大家去哪裏吃東西 其實拉麵都可以的 下次試試拉麵 或者你們想我試什麼 留言告訴我 好了 那麼 今集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如果大家想試的話 就留意info box 過來試試 你們有什麼 一口袋名單的米線店 DM我告訴我 或者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可以下次去試拉麵 我真的是米線狂米 好了 今集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 事先聲明 我對這件事 或者怎樣 沒有特別喜歡 也特別不喜歡 純粹我今天是一個體驗 這些都是我個人意見 個人後味 如果大家 有什麼意見 都留言告訴我 再見 好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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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